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六青的味道 剛剛提到好多這個味道是沒有 所以你知道那個食話工藝的味道是很共同的 美國人聞得到 台灣人也聞得到 那要這個一定要大家再回去看一下 依然到今天 零天有污染 希望拉回到1987年 才說要突破人王永慶 和當時宜蘭縣長陳靜蘭 換個六青能不能夠在宜蘭縣場 在電視上公開辯論 當時王永慶靜止淡淡表示 六青是零污染的產業 根本的想要是無污染 郭宰強之外 台中蘭環 那我自己很想 所以是1987年 零污染 the richest man in Taiwan says is there's any pollution from picture can you look at the picture is there's any pollution from picture can you look at the picture 所以這是很大的假說了 六青是零污染 那你看看 2009年我做的第一個研究的時候 然後好多記者到民營去訪問 可以來水就賣了 賣就沒人吸血了 他們就太賣了 我以前都好 有一條都傷了 有你怕幾六斤 現在一條就不怕幾六斤 這樣我們大概常聞到味道就是有那個 酸味和瓦斯味 yeah, so the principal of the elemental schools there's a smell 所以他那邊檢測不出來 そう我們就去 酸的味 sour isting 但是他服務的雲林縣新興國小 位在六親的東南方 曾經有過一年 監取六親空氣污染17次的紀錄 可是當地環保單位每次來測 都說六親排放符合標準 我們這個例子就跟剛剛的例子很像 官方測的都說符合標準 民眾的鼻子就說我有聞到味道 那這是更多了 推特在5千萬前幾萬元 以及非白 contre 表示抱為山'其大牌 就是然後有低下的 大家介紹愛說這個 海鳩讓它到半價 還有一夕 一點不ρά 很多貼近 北洋 要怎麼去 雲林麥寮 不太問人 朝這一台便宜8公里的煙囪酒就醉了 一座座煙囪是台座六星石化廠的地標 不斷冒出的白煙 生產著人們使用的汽油和塑膠原料 塑膠原料 三角形的水果 台場車不在麥寮處廟宏 除了萬奇六星對當地生活環症的影響 居民是道願人 你快要去吃東西 等下,要去吃東西 香港的東西就要去看 我都不得了 你做了你去兵修嗎 你怎麼做啊 你怎麼做啊 你怎麼去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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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兵修 我來兵修 你這個兵修 這兵修的兵修 你會到 我們講的專位 除非人就在現場 不然真的很難把味道拍下來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讓人 被你所知 人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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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麥寮 來到隔壁的台西鄉 據說 有一條街短短三百公尺內 就有好幾個人 是不安全的 我來兵修 一條 兩條 三條 現在一條 四條 我一邊 一條 一條 三條 四條 五條 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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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刚刚讲的癌症 这个就是人民的科学 他就闻到啊 然后官方去跟他讲说 没有啊 测不到 那测不到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这些是雕名 没有啊 不是吗 然后居民说 我癌症就很多啊 那没有人去管他们啊 说这个你们多虑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谈的这个说 掌握资料 他资料的解释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上 这个是丁校长讲的酸胃瓦斯瑞 到2015年这个 这个淹冬家的妈妈这个许妮仪 还是说有味道 你看 所以这个八年来没有什么改变 你如果看到去年 这个他们又做了一个影片 到麦寮一样都在讲味道 去全麦寮都快封了 这个味道很真实 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告诉民众 为什么是 我有味道 是什么味道 这是八年来我在这边做 所以我就去这个顶庄国小市 是离他6.4公里 那我就用了一个仪器 这是台湾第一次用这个 百分之百台湾制的 他可以测这么多东西 那最主要都看要测下面这个酸 因为既然是酸酸的 我们就去测酸 那就在这个顶庄国小 把他拉下来 在他的教室里面 他就看到 我用红色圈起来的 上面叫假酸眼 下面气体的假酸 红色的都是政府没有测破的 他没有测 他用了一个好像很先进的技术 我帮你测了 他就设不到 所以不能雇用科学 雇用技术 然后用技术的包装 去到那里就说一切合法 你看这个溶度多高 氨气下面就是糖 比我们看到的二氧化硫还高 所以民众民民就是有闻到味道 怎么知道是闻到味道呢 我们就把那六十几天 在那边测的分成六青奶的风向跟六青 不是从六青奶的 我们叫红色跟蓝色 那你看看 红色的就是像这样 蓝色的 所以那个许丽宜女士就讲了 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最容易闻到 我们测出来早上 所以人里的鼻子是非常敏感的 没有人帮他测到 那我们测到 只要六青奶的风向 在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 在台西村是最容易测到 我证实他感受 也不是说我测了以后他去感受 那到底你要先相信谁 请问大家就是以后 人民在第一线的这个知识 我们用一个方式来看 你看那个颜色是最深的 就是我们用个几率去算他 只要超过 超过这个 24ppb 鼻子就会 他就超过我们鼻子可以闻到 那百分之百是从西风或是西南风 也就南风吹起来的时候 才可能闻到味道 那就跟居女的感觉又一样 所以科学有时候只是证明 我们叫客官嘛 那居民叫主官嘛 客官跟主官哪一个才是有用呢 为什么客官才有用 那客官他要创造很多的机构 政府叫做客官 台大叫做客官 台大之外还可以造很多的大学 都说这些 不管那些大学 有没有拿厂商的钱 然后就说他们都叫客官了 那客官有很多的资料 所以就没有答案 测量月头他告诉你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我们推测高溶度的实外污染 是酸酸的味道 酸酸黏黏丑丑的 就可能是假酸 假酸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的也会让他们闻到味道 这个是我八年来最想去解开的米 他在最近把它解开了 好 那六斤还有一种味道 你来看看 因为是我们台湾这个所在 对政府在税收中间的公益最大 政府他在税收 所以说他没有很强烈 来台湾感动 所以说是就去主导政府 不是政府在主导就去 而且你也知道台湘医 所以在这边也有 都有相当的程度的高贵 要像我们这个当年的疑问 要发生到个人的联系报告 我这年以后就不知道要做 要让老板先聊到这么高费 这样怎么样 2009年非常无奈的一个先议人 讲的最经典的是六亲在主导政府 不是政府在主导六亲 所以你请政府去测的时候 是六亲指导下的政府去测的 告诉你这是政府的资料 这是他讲的 你看2010年的时候 他也讲得很大声 说这个反正就是没有一个好处 所有的污染已经很清楚的 是台塑造成的 然后呢 还去告 这些这些议员什么就去告 说这个台塑影响他们很大 好 你来看 那时候政策是土耳水平均 那麦老师这些是土耳水 六亲污染土耳水又污染风气 这样稍微 六亲还析不去 他不只关心麦雅还关心这个彰化线 然后有上街头还有很多的事情 你看看这个 他说我们知道六亲会来漫游 根本是政府勾结财团 这个他的话 然后反国官就参与 然后六亲这种石瓜工业 好都只有好在财团 当地人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很多的隐隐的政治人物也都是这样 要约束他们改变燃料 到了207年不太一样 六亲设在卖了创造商机也让人才留下来 只卖了成为一个 你看看这个六亲有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是 这种味道是 这种味道是